哈尔滨疫情再次大爆发 4月15号起 防疫升级 各小区又回到封闭式管理 16号传出 一小区有男子突然倒地 当天哈尔滨多个发病小区被围起来 还有一位确诊的妇女跳楼自杀 4月16号网上视频显示 哈尔滨封兰国际小区楼下 一名男子倒卧在地上 一名穿防护服的人弯腰查看 周围有许多围观的民众都戴着口罩 当天哈尔滨多个小区被围起来 又重新开始实施严格的封闭式管理 今天是16号啊 三号传出 一边封死了 哈尔滨发现疫情的小区封一路 全部封死了又 现在又按这个护栏了 现在是从 红图街 哈尔滨的红图街 一直封到 大有房 整个进步小区全部封死 尾大 对面是那个 确诊院去过的饭店 考斯特 对 全部都关门了 像那个雪莲苍白 也关门了 都是确诊迷迷来过的地方 现在哈尔滨疫情很严重 无症状的 就突然倒地 好多都得需要排查 网络上升级了 最初没碰上 发病小区 乱来人的话 就不能往里进了 现在有的小区呢 出路的话 法证找电查码 也得登记 14号 网上视频显示 哈伊大医院有五六千人排队 队伍都排到大街上了 15号起 哈尔滨防疫升级 各小区又回到了 持证入区的日子 16号 传出有小区领出门证 大排长龙 有推有质疑 这样密集的排队和人流 确定不会更加速 疫情大爆发 16号还传出 哈尔滨车辆厂宿舍楼 一位妇女前几天确诊 花光积蓄 绝望跳楼自杀 哈尔滨市民表示 农梦市场都关闭了 只有大超市营业 菜价持续上涨 目前复工的只有服务业 很多人至今没复工 生活困难 两个多月前 哈尔滨爆发第一次中共病毒疫情 四个主城区的出入口被封闭 最近疫情再度大爆发 哈尔滨4月11号连夜推出防控新规 要求境外和国内疫情重点地区入哈人员 一律实行 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加14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加两次核酸检测 加一次血清抗体检测 新唐人记者雄斌 陈杰采访报导